欢迎收看 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 欢迎接下来宾 首先前立委 孙大前委员 大家好 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 纽泽勋教授 主持人各位大好 前海基会顾问 李永腾顾问 主持人各位大观众大家好 以及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 施孝伟 孝伟兄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 就从火箭军的人事移动开始来看起 最近士兵为忠诚度遭到质疑 看到了习近平他任命海空两军的将领 来共管火箭军 那么中共中央军委在7月31号 他们举行了一场进阶的仪式 在图片当中 照片里面 你看到的是站在后方的两位 就是新任的高阶将领 包括了王后斌 还有徐熙胜 王后斌接替李玉超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 而徐熙胜也接替原本的徐中坡 出任火箭军的政委 王后斌取代了李玉超 徐熙胜取代了徐中坡 但特别的是也是引发大家高度关注跟讨论的 就是王后斌他是海军出身的 是第一位非火箭军内生的司令员 而徐熙胜原本是担任南部战区的副政委 兼战区空军政委 一位海军出身 一位是空军出身 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海空军的将领 共管火箭军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先请教大千兄 现在看到火箭军高层正式的换血 怎么样来解读习近平这一波人士 特别是军方高层 尤其是火箭军 大家所讨论到的海空军来共管火箭军的这种思维呢 对 我想你说他是换血 的确是一个大幅度的换血 可是这叫做整顿跟清洗嘛 我觉得这一个就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一下后续的发展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他其实这个军事将领 更迭的速度算是相当的快的 就是时间到了该退的就退 该升的就升 那么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进行换血是一个例行性的换血 是一个时间到了就必须要做的一个换血 还是真的有什么特殊的意涵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媒体 都在唱衰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就把它写得非常的戏剧化 非常的夸张 就变成习近平在整顿军方的人事 这个军方又有内斗了 但是其实如果仔细讲那是因为火箭军而已 那别的军区司令换来换去 大家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注意 他有这么多军区 有这么多部队 他的将领也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替换跟轮调 但是你说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既然我们现在不确定他究竟是换血 还是清洗 还是整顿 但是你光看他接替的人选 就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未来 对于火箭军的期待是什么了 就是说他现在找到的是海军跟空军的人 背景的人来接替 那么海军背景的人的接替 这个火箭军 这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要把目前火箭军真正关注的目标 从原本的其他的目标转到了海上 转到了太平洋 那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认为 未来如果这个中美真的有一战 那么当然要如何歼灭 利用火箭军歼灭掉美国在太平洋上的 海军的这个军备实力 所以他需要由海军的人来担任司令人 但是你看到我看到的这个政委 他这个政委他原本是在哪里 是在南部战区的 所以他在南部战区 这是不是代表了 一方面他是空军的背景 另外一方面他是南部战区 这是不是代表的 未来一旦有事 他也希望火箭军能够对南部战区的情况 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更熟悉 因为毕竟你现在看整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可能未来爆发冲突的 这个潜在的冲突点 地区大部分一个就是在台海 另外一个就是在南海 就是在这两个地区 就是你大概不会看到说 他要跟俄罗斯打一仗 大概也不会看到他跟北韩打一仗 大概他也不去打中亚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把重心放在太平洋 把这个熟悉南部战区的人 带进火箭军 那就可以很明确地表达出来说 他未来对于火箭军 建军备战的期待是什么 所以不内生 而是选择一位是出自空军 一位是出自海军 顾问你怎么看 还有包括说火箭军 大家都在讨论是 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香港南华早报就这样报道说 中共大陆正在对于火箭军的 前司令李玉超等人展开反腐的调查 因为现在传说消息 包括有反腐有泄密 不过现在众说分 刚刚大全文讲的 外界讲的是非常的沸沸扬扬 英国金融时报则分析说 目前其实并不清楚 习近平重新聚焦在反腐 到底是出于 你为内部的弊案爆发呢 还是出于对于忠诚度的怀疑 所以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聚焦在军队忠诚度 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进一步大家也会想是 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刚刚讲说 为了战争再做准备呢 我想跟战争准备 比较没有关系啦 最主要还是针对火箭军前一阵子 泄密这个重大的国家机密泄漏的问题 因为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前一阵子 美国的空军学院公布了一个地图 就是包括火箭军的 在全中国的部署 包括它的这个番号 编号 然后呢 那个所有的高阶军官的姓名 然后它的location 有哪些这个飞弹种类 一览无疑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充分就是有泄密嘛 有泄密 所以美国才会取到 这么样完整的一个情知 那这泄密怎么来 那当然是跟军队的贪腐有关系 那各位知道 习近平在最近的十天 从今天算起前十天 已经三次在讲 军队的反贪腐的问题 那实际上军队贪腐问题 是个老问题了 从过去的徐才厚 郭伯雄 我想各位应该有看过一个视频 就是徐才厚 从他家里面地下室 挖出多少金银同胞 还有美金 人民币 所以这个贪腐的问题 又影响到他们这个 国家机密泄露的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习近平震怒 那这一次呢 他把这个王后兵 这个接替李玉超 这个把海军的人拿来这边 叫做这个大清洗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火箭军 在2015年成立以来 他的这个主要干部 都是来自于二炮部队 你包括这一个李玉超 包括这个徐中坡 还有包括这些人都是 这个二炮部队 可是全部换成海军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你他就是要把你的这一个 目前火箭军里面 认为跟原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李玉超 这些领导阶层有关系的 这些所谓的贪腐链 或者关系链 把它全部清洗掉 他才能够查个水落石出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 大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事实上呢 那个李玉超 还有这个刘光斌 还有这个张正宗 就是前火箭军的副 这个副司令 那目前是这个中央军委会的 副参谋长 三个人被带走调查 到现在还没有 当然这个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火箭军的泄密呢 跟甚至于跟秦刚都有关系 因为就是秦刚在当驻美大使时期间 这个泄密案是从火箭军流出去 流到李玉超的这个儿子 他在好像在美国哈佛就读 流出去当时秦刚知道之后 知情没有上报 或者他没有来得及阻止 所以因此秦刚受到牵连 这是一种说法 当然秦刚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有一个勤父 而他变成美国人的爸爸等等 那再不管 反正就是说秦刚下台 跟这个火箭泄密 也是有这个一致的观点 我今天看到这几天 就是二号部队的这个 您刚刚提到几位司令员 都接受中纪委的调查 包括了前防长魏凤和也在其中 但是这后续是如何 当然大家也在关注 不过讲到说贪腐问题之外 刚刚提到的是火箭军泄密的问题 也看到最近就也有这样的报道 是前火箭军的副司令神秘的死亡 因为外界传闻说 这个卷入火箭军泄密当中的 中共火箭军原来的副司令 吴国华传出在7月初就死亡 那新岛日报是报道说 因为在27号他们报道说 在吴国华的铺文上面 在网络上面流传这个铺文 是说火箭军原中将副司令员 吴国华同志因病 在7月4号在北京逝世 享年66岁 所以是因病而过世 但是我们讲到泄密 我就直接问刘老师 您怎么看就是 如果真的泄密是属实的话 对于解放军 特别在国安国防上面 直接造成的危害是吗 基本上我会先从这整个 高层的一个换血 火箭军高层的一个换血 它有没有可能影响 或者是冲击整个的一个战略部署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确实是存在 因为毕竟就是说 今天如果军方也好 或者是火箭军的高层 有大规模的一个异动 这个大规模的异动 不管是到时候 到底是清理 还是例行的一些人事的一个调动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原因 它都会对这整个的一个 军方的一个士气 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跟冲击 那甚至会有内斗 或者是内耗 或者是内部冲突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产生的话 它就会对这整体的一个战略部署 跟作战这个能力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那如果北京不快速的出手去 把这个部分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 管理来讲的话 甚至搞不好还有兵变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所以台湾的相关学者 也有针对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也有讨论到就是说 虽然表面上面或许是泄密 或者是反贪腐 泄密跟贪腐相关的一些原因 那但就说呢 我们刚刚也有讨论到 或是报导里面也有指出就是说 可能中央的一个高层 中南海的一个高层 也会某种程度的怀疑军方对于 在政治上面的一个忠诚效忠度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情况 那如果真的有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来讲的话 北京如果不做快速的一个整顿来说的话 其实对政权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一种冲击 就会等于说提早去研究出一些反制的作为 不过讲到这个火箭军对于台湾的威胁 我们来看到是在画面右下方 美国国际研究学院的一位学者 叫做埃弗莱斯 他就说呢 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广泛的部署 东风17这种中程的弹道飞弹 部分的飞弹甚至距离台湾只有大概400公里的距离 那这样的部署呢 其实就是企图让台湾得到预警的时间减到最少 你没有办法获得预警的话 当然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在最短时间来做应变 究竟东风17对台湾的威胁评估是如何 孝宇兄 还有包括说台湾现有的反飞弹的防御系统 有办法真的反制到吗 拿东风17来对付台湾根本是杀机用牛刀 因为其实以它现在东风17主要的任务 是在进行区域拒止 就是反区域拒止的这样一个任务上 因为东风17这个飞弹本身 其实它是要一个叫高超音速趁波再跌 就是要打出去以后 它可以进行在飞行的轨道上进行变换 去绕过你那些飞弹防御系统 然后对于海上的大型的舰艇进行攻击 当然目前美方也看出来 就是说东风17的问题是 美方认为它的准度可能稍微有 那个并不如大陆所宣传那么强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你弹道飞弹来说 弹道飞弹其实你现在一般部署在台海当面 东风17东风15这种短程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它的速度其实比东风17更快 但是因为东风17具有这个变轨的这样一个能力 但是也就由于它这个变轨 如果就说它今天要攻击一个目标 它在入射角的这个过程中 有一点点的偏差 就是失之毫离之差之千里 所以那时候美国看大陆在那次打南海的靶舰的演习之后 他们发现当好其实他们判定 中国大陆打东风17其实最后是并没有集中船 反而是从浙江发射东风21D打中了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其实对这个东风17它对它是 当然也还是高度的这个觉得是那个接生恐惧 因为我们讲它具备变轨能力 当然拿来打台湾的话 问题就变成说 其实它的确会让我们的反战区弹道飞弹的 拦截性能变差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具备变轨能力的话 相对来说你的拦截飞弹 有可能在最后的那个拦截的过程中 会那个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集中它 不过当然我刚刚也讲到 东风17现在还有一些 我觉得对于北京来说 还有一些带提升的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准头 就是精准度 如何能够再比现有的这样一个 精准度更提高的话 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是既难拦截 然后准确度又高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环运学之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另外一个情势升高就是在东亚 我们来讲说是在韩半岛 好 那在北韩 最近大家都知道他们进行了大阅兵 而且是韩战停战70年 正好今年是70周年 那么现在就看到了说 北韩这边呢 有个金正恩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在胜利日这天扩大阅兵展示了一种巨大的新型水下潜航兵器 这种兵器可以齐带这个核弹头 而且并定名为叫海啸 为什么叫海啸呢 就是它号称能够制造带有放射性的海啸 然后破坏敌国重要的港口 还有滨海大城 孝余兄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已经不是北韩所独见创获 过去前苏联时期到后来俄罗斯时期 他们一直有在研发这个所谓的水下核弹 也就是这种水下的这种鱼雷 然后带携带核弹头 那其实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可不可怕呢 其实应该说很讨厌 也就是说它如果在水下引爆 的确会对你这个水面上 或者说港口等等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跟损害 为什么呢 美国在那个十字路计划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你 核弹在那个空中 在水面跟在水下 引爆之后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那以水下来讲 当然其实相对来说 核放射性的影响是最小 但是因为它爆炸时产生这个巨大水花 的确可以产生 具有这样一个毁灭性的这样一个海啸 但是而且这个海啸其实说真的 它可能攻击范围 或是损害范围还蛮有限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牵涉到你整个海岸地形什么等等 但是至少在你那么近的近海 爆一个核弹在水里面爆 的确会让周边的包含港复设施 港口的舰队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这个是确定的 不过当然北韩这个武器 我们刚刚讲 它的这个概念 原先就来自于前苏联 或俄罗斯世界的水下核子鱼雷 就是说它可以进行非常长城的这样的攻击 不过从北韩或说朝鲜 这进来一系列不断的在打飞弹 然后不断的就打他们的那个弹道飞弹 像比如他们弹道飞弹一打6000公里高 换算成距离是15000公里的射程 其实我觉得金正恩这个人其实还蛮聪明的 为什么 他看到了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之后 他一直藉由这样的动作 他是要提醒华盛顿 你不要把我当这个乌克兰看 或者说你不要拿我当乌克兰办 如果你拿我当乌克兰办的话 我就让你非常痛 他有这个味道在这里 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威责力量再提升 对 其实提到说像是核爆 或者说像是这个放射线 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很夯的一部电影 Open海默 那我也从资料上看到说 原来原子弹当时的第一批受害者 并不是日本的广岛跟长崎 而是在试射的时候 美国我看是加州还是新墨西哥州的一批居民 他们深受到这个放射线的困扰 跟受到这个灾害 好 那么在这个海啸这个新武器看完之后 我们收到了北韩的胜利日来阅兵 那么进一步来看到胜利日的大阅兵 北韩特别把韩战的停火协定生效日 就定为胜利日 那今年刚刚说 正好是韩战停战70周年 所以特别就选在平壤 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 那么也展示了最新的火星17型 还有火星18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以及最新的攻击间谍无人机 我这两天也看到说 有一架特别引人瞩目的最新武器 就是跟美军RQ-4 全球英高度非常相似的一架无人机 那在这一次这个阅兵大典上面 看到了欧洲的国防部长邵一谷 还有中国大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 分别率领了中俄两国的代表团 来参加阅兵 好 那么中俄高层一起去到了北韩 看他们的阅兵大典 到底显示出的是什么样的外交 跟军事上的信号 而且现在前一阵子大家知道 这个美韩开始这个所谓的 核保护散的战略之后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威褶的力量双方都在提升吗 对 基本上我认为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如果从整个外交或军事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北韩大概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来讲的话 当然是要大秀肌肉 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武器 包括刚刚所讲的整个这个末日海啸武器 也就是它这个巨型的核子鱼雷这样的一种概念 能够不断的借由这样的一个阅兵 去进行相当程度的一个功能一个渲染 刚刚小伟中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它整个引爆引起大的一个海啸的一个部分 甚至可以对沿岸的港口 或者是滨海的一些城市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产生对邻国的一个震慑的一个力量 所以大秀肌肉 当然是外交跟军事策略的一个考量 那第二考量来讲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高层 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阅兵典礼 其实金正恩他当然也想形塑一种 其实中国俄罗斯跟北韩 是一个紧密的一个联盟的一个概念 形塑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联盟概念 它某种程度的就可以去对抗 以美国为主 还包括日本跟西方国家的一个联盟概念 因为毕竟美国为主的一个联盟 他希望能够对金正恩的一个政权 去产生围堵的一个力量 那所以金正恩当然希望能够把中国大陆 把俄罗斯拉进来 去做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他去进行这整个联盟的一个战略 你有联盟我同样有联盟 那第三个考量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中俄的一个高层 出席这样的一个阅兵典礼 某种程度金正恩的盘算是 你看中俄的高层都在挺我 都在挺我他就会有底气 他就可以增加在跟美国博弈过程中间的一种 筹码或权力的一种获取 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 想要对我北韩金正恩的一个政权 步步进逼来讲的话 你要盘算的一些相关决策 就会更加的一个复杂 因为毕竟你要考虑中国大陆的态度 北京的态度 你要考虑俄罗斯的一个态度 那光美国要考虑中俄两国相关一些态度来讲的话 对于美国相关的一些决策 就会变得更新复杂 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明显的是 金正恩的一个 与美国博弈过程中间的一个 以小博大的一个策略 感觉上好像形塑一种 微折平衡的一个态势 日经亚洲就报导说 北韩正好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 现在是时机了 It's time 就是利用现在俄罗斯 因为俄乌战争遭到国际孤立的时机 要深化平壤跟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 还有国际关系的教授朱志群 他针对东北亚的集团对抗 他提出他的看法 他认为说 在北韩深化与中国关系 南韩再加强与美日关系 这样的一个两大阵营集团对弈 明显存在 东亚的安全地景 现在看起来 它是形容是像冷战2.0 那如果真的是冷战2.0 这个局势恐怕真的很紧张 所以大家也在看说 可能不见得是台海先发生冲突 而是在东亚 大清兄怎么看 的确 这样的预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其实原本的朝鲜半岛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因为一纸停战协定 所以维持了70年的和平 但是那只是一纸停战协定 而且只是停战 对 只是停战 停战不代表一切 不代表和平协议 不代表有任何的 有相关的约束力的条约 这些都没有 这就是一个停战协定而已 所以要撕毁这个停战协定太容易了 就过去我们翻看 朝鲜半岛的一些冲突 大大小小的零星冲突 一直都不断 因为那只是一纸停战协定 所以金宇正要炸掉你 这个板门店的一栋大楼 它说炸就炸了 那北韩要在这个海上开炮攻击 这个南韩的船只 它说做就做了 那么因此其实朝鲜半岛 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动态的 平衡的状态 我只能说它平衡 就一个动态的平衡 可是这个动态的平衡 只要一旦被打破了 这个情势就会有大幅度的转变 那么会形成今天这个状况 我接着刚才哲勋的论述 就是说会走到今天 这个北韩 俄罗斯跟中共 看起来似乎更紧密的结合 其实都是拜美国之刺 是美国把这一切造成的 是美国让他们三个人 抱在一起抱团的 原本他们三个之间 还有点误会的 原本中共跟俄罗斯之间 还是敌对关系 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兵力 都是摆在北边最长的 这个国境边界上 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北韩 是形成一个背靠背的关系 那么完全是美国 所造成的这一切 美国要催化剂 对同时这个美国又跟日本 跟这个南韩要去组一个亚洲的北约 这个东西一旦组成 你想想看对俄罗斯来讲 我在欧洲已经碰到你一个北约了 我在亚洲再碰你一个亚洲的北约 我就被你夹击了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已经看到欧洲的北约是如何霸道的 他怎么可能容许一个亚洲的北约 在他旁边成立呢 那你更不要讲北韩了 北韩一直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国家 所以他要努力的发展核武 他宁愿饿肚子都要发展核武 因为他知道核武是保护他政权 唯一的王道 是 讲到北韩 大家不知道竟然 台湾跟北韩也有合作过 在7月30号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是美国史丹佛大学 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叫林孝廷 他就在报告研究当中 就揭露了台湾在李登辉前总统时代 曾经希望分散军构来源 1998年期间台湾跟北韩 曾经有秘密接触 合作案当时包括了 北韩向台湾出售 从德国窃取来的 这个2000吨级的新型潜舰制造技术 而台北方面这边则是协助 北韩探勘黄海的油田 哇 这个选择跟北韩进行秘密合作 当时怎么会有这种考量 这个林孝廷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 刚好我在现场 那林孝廷呢 他是唯一一位用这个视讯 因为他人在Stanford当研究 他那个复活研究所当研究员 那他是唯用视讯的 那他那篇文章应该说是 整个研讨会里面的史料最丰富 而且这个证据最扎实的一篇文章 那他里面 他主要在分析李登辉当时的军事外交的决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策 他在分析这个东西 那我必须当时的时空会跟现在不一样 因为当时是江泽民主政 然后克林顿 美国的总统克林顿 是希望跟联中制恶 制北韩 是 那个时候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是要联合中国 因为江泽民继续走改革开放 没有挑战美国的霸权 所以美国要跟中国合作 来制恒俄罗斯跟制恒这个北韩 背景是这个样子 所以 但是95年 李登辉总统到孔内尔演讲 讲出名之所谓藏在我心 96年总统大选 中共开始就发出导弹危机 飞弹危机 所以李登辉认为说 台湾应该要建构所谓的 共同飞弹防御系统 可是美国不卖 因为美国在跟中国 已经建立友好关系了 所以美国不卖 不愿意得罪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李登辉当时考虑 是认为应该要分散军购的风险 所以不能够只依赖美国 不能够所有军购都跟美国买 分散风险 分散风险 所以当时他就尝试跟俄罗斯 白俄罗斯 还包括北韩来接触 跟北韩来接触是透过 我们军群警下一个外围组织 叫做中共研究杂志社 去跟北韩接触 当然也谈了一些合作案 可是后来 因为北韩其实 因为北韩跟台湾没有历史人员 北韩不像日本一样 跟中华民国有过历史人员 没有 所以北韩他也不排斥 跟台湾这边有一些军事交流合作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好 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马斯克 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 大家也知道他其实对太空也非常有兴趣 就是他的星链计划 现在马斯克的星链主宰了全太空 几乎是超过一半 但是也引发了全球警戒 先来看星链计划一些关键的数字 星链的卫星超过了4500颗了 未来还要增加到4.2万颗 占着所有现役卫星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50% 全球有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 是提供服务 都用星链计划的服务 用户已经超过了150万 可是大家在享用 这个星链计划的服务的同时 也很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军队当时也用星链计划 通讯和军事仰赖星链 但是马斯克曾经拒绝乌军所提出的要求 而影响到他们的作战策略 台湾方面也因为特斯拉电动车的业务 依赖中国大陆 而迟迟的不敢使用星链计划 中国大陆方面则是要求马斯克 保证不在中国境内开放星链 开发中国版自己的星链 那么欧盟则是避免使用 也砸下了24亿欧元 打造自己的军民两用的人造卫星网 有时候过度依赖到最后万一他钳制你的话 怎么办呢 这就是各国的疑虑 但现阶段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呢 大星熊 对啊 其实Elon Musk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 所以他就是以他的梦想在带动了这个世界 然后他提出了很多想法 大家都耳熟能详 从他一直不断地在宣扬说 他就是要前进火星 他叫他移民火星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移民火星 然后你就看到他在推这个电动车 然后当时他在推SpaceX做Starlink的时候 其实外界一直都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是一个做梦的梦想家 所以就觉得Elon Musk又有一个梦想了 他现在正在做这个梦想 可是没有想到他很认真的在推这件事情 就一步一步地把他这个Starlink的网络建立起来了 他原本在推Starlink的时候 他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突破 现在的网络传输的很多地形上的困境 这个或者是位置上的一些这个死角 那他认为我用这个低轨道卫星 我就可以建立一个这个不受地形影响的 可以涵盖全球的 可以提供这个高速网机网路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而且他最主要是还想赚钱 对 他原本只是这样想而已 只是这样想 但是后来是谁发 大家为什么忽然发现说 Starlink他还有这个军事价值 相关的用途 就是俄乌战争 因为在俄乌战争的初期 乌克兰也不讳言的向马斯克表达感谢 说因为马斯克提供了他们一些这个资源 用卫星的资源 所以他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动作跟军事设施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大家就忽然发现说不得了了 我现在让你Elon Musk 在地球表面上建了一个 Starlink的Network这个网路 事实上你不仅只是做 这个高速网机网路服务而已了 随时都可以把它转成军事用途 因此这件事情 才让大家对Starlink有更大的警惕 那当然对乌克兰来说 他本来是感谢 可是因为后来 这个Elon Musk说我不能免费 所以我可以免费给你试用一下 可是接下来如果要我们服务的话 我们就要收钱了 所以这个西方国家也好 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 对于这个马斯克的一些疑虑 当然是存在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中国大陆有很大的Tesla的市场 他现在在上海 已经有一个超级大厂在进行生产 他还想要再见一个 那么所以这个Elon Musk 无可讳言的 因为他的这个Tesla 所以他跟中国大陆连接很深 可是你说中国大陆对他难道没有疑虑吗 当然也会有一些忧虑 忧虑是什么 忧虑是一旦发生冲突的 美国可以随时接管他的这个SpaceX 你知道吗 大街中你讲到一个重点 我就要特别请教一下顾问 就是重点在战时的时候 其实美国政府是可以接管新链计划的 因为以国家安全为主的话 他就可以接管企业 然后用新链计划 所以大家会担心新链的服务 不是没有原因的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 但是中国大陆也看到 他们要自己打造一个自主版的新链 他们要怎么打造 对 其实你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这Starlink他在一共有4500颗的卫星 几乎涵盖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说如果暂时的话 他有可能美国就征收了 所以说对中国来讲他不放心 再加上对台湾来讲 台湾也不放心 为什么呢 因为马斯克他在上海 在中国大陆他有他的市场 跟他的商机在这边 所以台湾这边他也不敢用Starlink 台湾的数位部是跟英国的OneWeb 这家公司来签约 就是我们做卫星的合约 所以中国大陆他也 所以再加上马斯克是一个捉摸不定 天危难测的一个公司总裁 我举个几个例子 就是说伊朗在去年发生了反政府示威 那么伊朗当局他就控制了网络 因为他要压制这个示威的示威活动 结果马斯克他就启动了Starlink的服务 让示威人士可以来通联 所以让伊朗政府他抗议 说你这个SpaceX公司既然侵犯我的主权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一方面他又对反抗示威的人士也是好 但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 乌克兰使用Starlink 可是有一阵子突然断讯了 为什么断讯呢 有人就怀疑说是不是马斯克因为跟中俄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实际上很多的国家不敢用Starlink 顾问点到一个重点大家别忘了马斯克他究竟是个生意人 生意人就是江本求利 我不敢说是所有的生意人 但是马斯克 请注意是马斯克 星链 所以现在他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就是由天兵科技集团 在开发他的低轨卫星 现在目前就是说他一次可以射出60颗卫星 就是说他要达到自己自主的卫星体系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是刚刚讲说低轨卫星 其实他也特别强调说高频宽低延迟 这个网路他要遍及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而且他特别说打遍天下无敌手 如果真的就SpaceX他的星链计划 他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基本上我会认为大概有三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来讲的话就是说SpaceX 他大概是在2021年的时候 就启动这样的一个网路服务 那所以大概在50多个国家地区 他基本上都可以上线 那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业者 包括军方也好 或是电信业者也好 或是航空公司这些业者 对他这个系统的一个使用都趋之若鹜 就马上订购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他的一个市场规模 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足量性跟潜能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很多尝试在整个低轨道 通讯卫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者 他们其实都在苦恼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子能够顺利的 把这些相关的卫星去投射到轨道里面 那可是都受限在成本跟技术上面 没有办法达成 那可是SpaceX他们很厉害 他们有一种火箭 这火箭就能搭载数十颗卫星 把它投放到应该投放的一个轨道上面 而这个火箭来讲的话 它其实也可以重复的去被使用 可回收 对可回收重复使用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相对于其他有气图间的业者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益优势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挑战 我的这样的一种优势 那几乎是每个礼拜 这种火箭它大概都会在 相关的一些星链卫星 去投射到轨道上面 这是第二个相关的一些优势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市场的一个 开拓的一个力道 其实非常非常强 也就是说星链的一个 网路系统来讲的话 它其实可以批敌 很多的一些有限的 一个网路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它这个稳定性 坦白讲是非常非常够的 不断在扩张它的普及率 或是它的市占率 但我们刚刚提到说 万一万一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 美国接管了星链 转为军用 它的影响性会怎么样 那其实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为什么需要这些 所谓的通讯卫星 因为其实现在战场中 你再能够让你的军队 发挥最大的战力就是 当好你的敌人 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它了 而且你已经把对方包含 可能相关的战术的 这样的参数数量 方向等等这些 然后传输 藉由这样的星链计划 或者就应该说是 藉由这样的通讯卫星 传输给相关的这样的单位 因为你想这个军方这种 所谓叫战术资料链 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很多 Link 22 Link 16 来说 它其实都是要靠这种 军用卫星 或是这些东西 来让它整个 等于说让一个通讯链 才能够建立起来 那这时候如果说 你今天在作战的时候 你有可能你的 这个军用卫星的数量 军用通讯卫星的数量 可能会因为 频宽的限制 导致就是说 你的这个资讯 没有办法及时的这样回传 因为你平常用的时候 可能这个 那个频宽要求没有那么大 但是当你在作战的时候 你要应对各种状况 所以你那时候 频宽的那个流量会暴增 那这个时候 如果它以美国国防部来说 它真用了这样一个 星链的这样一个网路 那这时候 它就可以运用星链的 这样一个频宽 来强化它资料传输的速度 这也是会不会大陆 它自己去建立 自己的这个通讯 那个资料链的一个 那个传输链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这个卫星 在空中 其实每一颗卫星 它的频宽都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常常讲一个事情 我之前讲过一个事情 就说大陆的无人机 不是在台湾东岸飞吗 我说你这时候 你弄一下F16上去 飞到正上方 丢一颗雷射导引的这个链链弹 把它砸了 对不对 然后它掉下去 它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有很多大陆的网友嘲笑我 你没听过什么这个全景的 这个那个什么 这个就是像汽车 这种全景这样一个系统吗 但是我跟你讲 你有这个东西 你怎么传 关键就在频宽 而这个星链 就在这种军事 你打仗的时候 频宽可能会占满 你所有均用卫星的这个频带的时候呢 这时候它可以提供一个 提供一条非常大 非常宽的河流 让你的这个系统 能够把你所需要的资讯 快速的传达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我们刚刚听完大家的一些分析 跟讨论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了 就是不管是人 或者是东西 我们过度的依赖 都别忘了 它可能会有反作用的 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关心选情 关心选情 现在国民党真的是 一个头两个大 为什么呢 谢点灵这位议长呢 退党 大家认为是不是倒戈呢 郭台铭现在抓住时机 要掀牌了吗 会不会是在8月份 他就要宣布独立参选呢 我们先来看谢点灵这件事情 那么谢点灵他是张化县的议长 他宣布退出国民党 引发轩然大波 而根据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铭贤 他就说呢 不只是谢点灵 现在听到已经有风声说呢 接下来还有9个政府议长会退党 所以大家现在关注的就是 会不会进一步引发骨牌效应 怎么办 蓝银大佬呢 希望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能够出手协调 因为对党中央没有这么大信心 对党中央 所以呢 剑指的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朱立伦主席现在是用冷处理的方式 但是冷处理有效吗 我想请教大家先兄 还有这个是因为冷处理是现在最好的方式 还是现在根本找不到任何处理方式 说实话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但是身为一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我的观察 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想不出对策时刻的冷处理了 还没想到方法 对 因为其实坦白讲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党中要负很大的责任 当时是谁开关让吴三桂这个进关的 是谁让郭台铭进国民党的 郭台铭是没有国民党籍啊 对 然后那个时刻让郭台铭回了国民党 然后进入了国民党可能的要征召的机制 然后到底是谁又推荐给郭台铭说 哪些地方议长可以去拜访 然后郭台铭从那个时刻就开始很积极了 很密集的 跟这些人这个接触 然后交朋友 然后进行互动 那我知道在过去最长时间 一直都没有停止下来 那么再加上因为侯友宜长期以来 对地方县市议长的这个看法 那让这些议长心里头很不适滋味 因为他看起来好像侯友宜 是一副高高在上 跟这些人撇清说这些人都是牛鬼蛇神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地方的这个县市议长 当然就心里头的情绪就更糟了 那我会认为 你说刚才这个洪荣说 到底郭台铭是不是要先排了 郭台铭要不要先排 他最晚的时间点 大概应该是在8月10号到15号 因为在9月中他就要联署完成了 因为郭台铭没有党在后面背书 所以照着时间来看的话 应该就在那个 他要有一段时间联署 这个联署你 他再强他也不可能一个礼拜联署上百万人 他需要大概至少一个月到 这个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看起来现在我们都在预测 是郭台铭从这个国外回来之后 他就要做这样的宣布了 所以你才会发现 陆续有议长人家 蠢蠢欲动准备要宣布退党了 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谢点灵都敢在这个时刻宣布退党 那就代表郭台铭一定会选 郭台铭如果不选 谢点灵退什么党 等一下插一句话 所以你看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就说 在这个时间点 这一定跟郭台铭有关系 他说稍微有一点点政治sense的人都知道 郭台铭做的事都是参选的动作 当然 而且最近这段期间 郭台铭的阵营一直不断地在招兵买马 他们并没有停下来 那跟地方的势力的结合 让郭台铭有更大的底气跟信心 因为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盘都握在他的手上了 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真的孰令置之 就是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那么因此才会有很多人 不断地提出来说要韩国瑜 要王金平 要谁来想办法解决 就是没有一个人讲说要让朱立伦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现阶段的是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一点难 就因为朱立伦所领导的党中央 现在现阶段资源有限 那他当然对于这些地方 县市议长的影响力也有限 那郭台铭是台湾首富 他手上有多庞大的资源 对于地方的议长 而且这段期间我还听说 他跟南部国民党籍参选的立委 都有很密切的互动 所以要参选的立委小鸡们 他们都需要资源 都需要竞选机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会给郭台铭 这个更大的信心 让他要放手一搏 因此我觉得此时此刻 对国民党来说 真的是一个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时刻 就国民党要怎么度过这个时刻 这对国民党来说 恐怕是一个历史的挑战 郭文我请教你 就我讲说会不会引爆骨牌效应 因为现在你看到郭台铭的动作 非常的大 动作频频 那大家也讲说 那就开始在挖脚了 挖脚就希望能够引爆骨牌 也就是我们讲说 如果有跳船效应出来的话 怎么办 对 其实郭台铭的所有动作 我觉得他都是有计划 有节奏的在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非常的声量 第一步 他看看能不能够在723的时候 能够最后能够换猴 能够形成气候 最后没有 没有换猴 所以这个第一步没有了 第二步他希望能看能不能郭柯配 可是问题是柯温泽民调比你高很多 柯温泽也不可能当副手 所以郭柯配这里面 我看目前大概这条路也走不通 第三步他可能就是独立参选 独立参选的话 目前看起来他会往这个路上走 因为他独立参选的话 郭台铭就是因为 事实上他是有资源有粮草 而且他还是有一定的粉丝 事实上有一些人 对郭台铭还是蛮支持的 有粮草有资源 可是独立参选有胜算吗 对 好 这是好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说 4年前郭台铭曾经 最后一刻决定不选 对不对 因为他算一算 他也没有胜算 这一次他会不会想要选到底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悬念 因为他即使要独立参选 他需要连署 那他连署的话 他如果有参选的意志 一定要选到底的话 他就会加快连署 会动员所有人力污吏金钱去连署 但是如果他发觉形势不对的时候 他可以说我连署没过 最后一刻我就算了 但是毕竟我还是在总统这一局里面 我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有三个时机点 刚刚搭前委员也特别提到 像8月8号访美反国之时 当天还有这个郭爸爸写给年轻人的 三十则被忘录的一个新书发表会 你看到真的是精心的安排 8月23号还有一个时间点 就是金门的这个823炮战纪念日 另外就是一个再往后一点的 9月13号就中选会受理申请 为总统副总统选举点数人当天 但是大家在问是说 关于谢典你要不要退党这件事情 郭董是不是早就知道 7月30号他启程访美行前抛出一个主流民意大联盟 随后国民党彰化现任议长就是谢典林他退党 然后呢最近这个郭台铭也积极的拜会地方派系 让外界联想说是不是要独立参选 而且这个时间点 不觉得这个时间点很奇特吗 侯友宜才去日本做访问 四年前郭董已经分手过国民党酿成分裂 我想请教夏伟兄 四年后又会再来一次 我看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大概很难躲过这次郭台铭海啸 因为其实我觉得郭台铭的问题就是 他四年前那一次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当时四年他就选择跟国民党 然后能够站在一起 到今天很多事情其实都迎刃而解 但问题就不是嘛 他从头到尾一路走来就是显现他非常强烈的商人特性 然后看应该说是以利导向嘛 那当时你看到当时国民党四年前不让他选 然后请了那个韩国瑜来出来 虽然说我到今天我还是不认同韩出来选总统这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时候是透过国民党这个机制产生的嘛 那这个时候你愿赌 你那时候四年前就愿赌不服输了 那等于你到四年之后 他原本在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过程在去年的国民党在县市议长 这个就是县市长这个选举之前 大胜之前你看他也并没有请权力出来 这个辅佐国民党或者帮国民党的忙 如果这个郭如果真的成为这个总统的话 我相信他会比川普的那个一些特性还要更明显 那这样的话你觉得对台湾是好事吗 而且其实你刚我们刚讲 四年前没有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四年后对不对 而且他在那个当国民党宣布要征召喉的时候 他已经好说他个人要全力出来这个支持喉 对不对 那你说一个人一次的又一次又把自己的这个说出来的诺言给吞了回去 那我觉得这个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而且特别又在政治上 政治其实很重视承诺的一个东西 如果他一直一路这样毁诺 然后让自己在这个政策上存在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他如果一旦宣布参选 大概就是我觉得他就在美台中三个地方 他的声誉都毁掉了 就是他真的出来独立参选的话 这个诚信问题大家也会去挑战他 这个等一下请刘老师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另外我也想请教你 除了郭台平之外 还有看到最近民众党有一件事情引发虽然大波 就是Vote Right 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宣 其中一种文宣的做法 但是最近这个英文官网就发现 被人发现说有这样的标语就被批评 然后立刻也就赶快的下架 然后道歉修正 因为这个文宣他其实就是 因为在欧美民众当中 他这个有意思就是说 你投给白人就等于投给右派的意思 其实有点种族歧视的 这样一个贬视的意思 文宣当中涉及到这种种族歧视问题 怎么会犯 大家会想到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基本上我会认为就是说 如果从现赛的一些民调来看的话 柯文哲他的一个知识度 确实有明显的一个下滑 那侯宇宜虽然是缓步上升 但是也慢慢拉近跟柯P的一个距离 那为什么柯文哲的民调会下滑 我觉得大概有几个原因 比如说就北流演唱会的一个风暴 他讲了太监说 或者是又被蒋万恩市府 去拿出证据打脸 说那个时候是你柯市府定的 相关一些规则 所以政治末入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 是柯文哲的一个气势 往下滑落的一个起点 那第二个原因来讲的话就是说 柯P他虽然提了一些 相关政策的一些概念 但是坦白讲 那个只是一个新闻性的 一个话题炒作而已 并没有深刻的一些政策的 一些内容或是意涵 那所以呢 你今天如果要投票到 理性的一个中间选民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会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性 这是民调下滑的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最近他虽然办演唱会 有满满的一种话题性 跟网络的一个声量 也能够巩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年轻族群的一个基本盘 但是呢 又被郭董做了一个 反手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动作 因为郭董就送了一盆花 上面写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意思也就是说 对 意思也就是说 等等我 郭董也在测试 跟柯文哲 做一定整合的一个 郭柯和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以作为日后相关的一些判断 所以本来的一个 柯B独享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声量 又硬是被郭台铭的相关的一个反手操作 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的一个主控权 那包括这一次 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相关 投白或者是呢 投右这个相关的一些论述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是网络的一些小编 他完全不懂这个整个目标听众 目标族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脉络 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是用英文来做呈现的话 你不能只是中文照翻嘛 今天对今天的外国的这些目标群众 他看你的相关的一些论述来讲的话 他就觉得匪夷所思嘛 因为毕竟宗教也好 种族也好 或者是理念上的左右来讲的话 其实在外国在处理的过程中间 都要非常小心 那你小编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判断的一个能力 而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 我觉得对于整个民进党的一个reputation 跟他的一个声誉 也就是声誉 会创造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外的跟right两个都三方语 外的一方面是白人 一方面是白色力量 那么right一方面是正确 一方面又是右派 那但是呢 你放外的跟right放在一起 就变成白人至上的纳粹主义 你懂我意思吗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环运学之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走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